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我是谢雅婷,中正大学大三的学生 我其实比较喜欢说我读的是承波大学政治学系 我是高雄人,住在高雄的边边 我其实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台南 不久前,我有认真想过出来参选系学会长 后来我还是打消念头了 嗯,是一个想象中和实际上的落差 确定不选之后,我把大致你好的证件分享到脸书 贴文长这样 我在大学时期开始比较关心性骚扰与性侵害的事情 这可以从一位朋友的个人脸书贴文讲起 他很喜欢分享有的没的,很多迷因都很好笑 也有一些我会笑着笑着就哭了,觉得自己很悲哀的那种迷因 台湾时间2018年4月13号早上 他发了文,附了图 我仔细一看,不是分享梗图呢 是一件白色T-shirt,上面充满各种颜色手写的字 他写的是自己很不好的记忆 这学期,我们在构思拍片主题的时候 蔡岛说我们可以想想看记忆 比如个人的记忆,家族的记忆,社会集体的记忆 我马上想到了就是我的朋友那段很不好的记忆 我印象很深 我很确定我想要拍的就是这个 尽管我没修过传播系基础声音影像创意短片相关课程 我也没有找到组员帮手 但我很坚持还是要拍 确认好拍摄主题后 我跟A分享我为什么这么坚持想拍 还有我朋友在脸书上说的那段不好的记忆 A说我可以拍他的某段记忆 他愿意帮我 另外,他和我都知道B的某段记忆 他愿意帮我初步询问B的意愿 看看有没有机会 我能够记录A、B两人的某段记忆 这是A放在深处的记忆 就这件事情 我也不敢跟我的家人说 最不敢跟我家人说的 最不敢说的就是 家人 因为这个 这个安清班老师这一家庭呢 跟 我们家庭 是 在之前就认识的了 就是我妈妈跟 他们是朋友 这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 我 小学 四年级的时候 我呢 每天放学都要去安清班 对 然后我们安清班 有时候是中午放学嘛 所以会吃完饭之后 大家 会铺 铺被子 铺 就是 睡一整排 这样睡觉 就从某一个时刻开始呢 在我睡觉 午睡睡到一半的时候 都会感觉 有人把手伸进去我的衣服里面 很奇怪 很恶心 很不舒服的感觉 很不舒服的感觉 但是呢 又 又 不敢说 不要碰我 那一天 老实说 是最后一次了 我那时候 根本也不想要 他就 嗯 怂恿说 好啦 最后 最后一次嘛 最后一次 那时候也是五岁的时间 他就叫我去一个 黑暗的房间 对 用 像是用 生殖器官磨蹭 我的 脑海中 一直有一个 一句话 就是要给大人面子 这句话 我觉得影响了我很多 就是 要给大人面子 也可能是因为我就是 想当个好孩子 因为是大人 而且那时候 也没有人教我要这么拒绝 那时候 性侵 性骚扰这些 在学校还没那么重视 我妈跟我说 她不懂为什么我这么坚持要拍 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 请我的朋友 把悲伤重新讲一遍 把痛苦的记忆让别人知道 所有人都陷入犹豫 生活怎么会有正能量呢 我想我妈说的蛮重要的 A其实把她的记忆放在深处 平常不和他人提起 她目前的情绪和生活各方面都自己掌握 不会缺乏安全感或是成就感 生活过得还不错 我可以理解我妈说的 不过我觉得 如果身为社会中的一份子 我们应该要 同理社会中的其他人 同理人们的喜怒哀乐 当然也包含自己身边亲近的人 我想我妈会同意 快乐不要独享 大家一起分享这种说法 我想说服她的是 痛苦也是 痛苦不要独自承担 把痛苦的记忆让别人知道 可能是不好受的 但我感觉这些记忆刻意被忘记 才是更悲伤的 因为痛苦本身很难忘记 别人也很难感同身受理解 A说 大家的身体界限如果曾经遭受侵犯 就会更理解这些痛苦了 但另一方面她不希望大家经历 毕竟这是不好的事 她现在的生活很好 她愿意让我在记录短片中 使用她的痛苦记忆的 重要原因是 这种经验其实比大家想的 还要普遍 比较幸运的人没有遇到 希望这些人可以尽量同理 比较没那么幸运的人 如果是比较不幸运 遇到了这种不好的事 希望这些人可以原谅自己 保护自己 知道错的并不是自己 我想说 我们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 但并不是一个自由到大家都变成一个个原子 那样的社会 我们大家彼此之间都还是有连结的 对吧 等一下 那B的记忆呢 说实话 我遇到了一些困难 没有办法拍关于B的事 旁人有提醒我 要重新评估自己是否有能力 是否有时间 还有更重要的是 自己拍了 对B会不会造成负担或是困扰 如果真的B大于利 那还是不要坚持己见 就放弃吧 勇于接受自己没办法照理想来执行这个事实 好的 对B会不会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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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